大家好,我是晨宇 格林童話許多的內容雖然都充滿現實的黑暗 但也反向的宣揚著勇氣與善良的力量 今天故事的主角就被國王多次陷害 還差點命喪嗜血的強盜刀下 他究竟會用怎樣的精神來擊敗著黑暗的一切呢? 今天我們就來說說 魔鬼的三根金法的故事 時間回到很久很久以前 在邀尼西方有個名為奇幻國的國度 在奇幻國中住著一對平常的夫妻 這對夫妻剩下了一個可愛的男孩 在這男孩出生時天空居然出現五彩祥雲 而在村落間有一位會預言的老者 一看見這片天空便急忙大聲說道 這孩子要發財啦 他在14歲時會和國王的女兒結婚啊 這幸運的預言很快就在村落間傳開 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 也傳到了奇幻國國王的耳中 為了不要讓自己的女兒嫁給窮鬼 國王便趕緊到了村口間找到那對貧窮的夫妻 並問他們是否願意將這男孩交給他 夫妻一開始堅定的拒絕 國王便當場拿出一堆金幣 並向他們說道 我會給你們許多金幣 還會給你們數不盡的高級麵包啊 夫妻心想這孩子既然是一個幸運的孩子 他一定會安全又幸福的 便將男孩交給國王換取金幣和麵包 當國王抱著男孩來到河邊時 居然將他放進一個箱子裡 還自言自語的說道 這個小窮鬼永遠做不了我的女婿啦 再見了孩子 說完後便將這箱子扔進了水流之中 但這箱子似乎有魔法保護一般 他不只沒有沉到水裡 甚至連一滴水都沒有滲進去 在不久之後 這箱子擱淺在一座遙遠魔方的岸邊 並被魔方的主人給撿到 當他打開箱子一看 發現裡面居然是一個漂亮的小男孩 這孩子還對他露出了快樂的笑容 而魔方主和他的妻子正好沒有小孩 他便高興地說道 這是上帝送給我們的禮物 從今天開始 你就叫約翰吧 時間過得很快 十三年轉眼就過去了 約翰在魔方夫婦的照顧下 也成為了一個聚美的少年 就在某一天 國王偶然來到這座魔方 當他一看見約翰時 居然不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颤 便急忙向魔方主問道 這個少年是你們親生的兒子嗎 怎麼感覺有點不像啊 魔方主一聽便驕傲地說道 報告陛下 他的確不是我親生的 但他是上帝的禮物 是我在河中發現的 國王一聽便馬上明白 他就是當年被扔進河裡的孩子 為了不要實現當初的預言 國王急忙向魔方主說道 那能請他幫我送一封信給皇后嗎 我會給他一袋金幣作為報仇的 收到命令的魔方主義約翰也只能選擇接受 但信中所寫的內容卻是 當這個送信的人一到達 就立刻將他碎石問斷 在我回到皇宮前 一切都要戳離乾淨 約翰便也只能帶著這封國王的親筆信出發前往皇宮 但皇宮實在太過遙遠 疲累的約翰在漆黑的森林中迷路 只能在森林深處的屋子門外睡著了 沒想到這屋子的主人是個嗜血的強盜 當他一回到家時 才發現居然有人敢睡在自己的屋前 當他的刀子即將要砍下時 居然發現約翰的手中緊緊握著一個漂亮的信封 好奇的強盜拆開信封一看 才發現原來這少年和自己一樣 同是天涯淪落人 便將國王的信給撕了 還另外寫了一封信放進了約翰的手中 時間到了早上 約翰在一陣趕路後終於到了奇幻國的皇宮 沒想到當皇后一看完信件之後 便急忙向所有隨從說道 快啊 快去布置這少年與公主的婚禮 國王說要在他回來前都辦好 不然我們都會人頭落地啊 約翰就在這短短的幾天內 從一個窮小子搖身一變 成為了奇幻國的駙馬爺 而就在數天之後 國王終於回到了皇宮 當他看見身穿禮服的約翰時 便暴跳如雷地說道 我才不管你是用什麼伎倆活下來的 任何要娶我女兒的人都必須下到地獄去 再也沒有泉水冒出來呢 如果你問出原因的話 我們會給你兩頭陀滿黃金的驢的 當約翰來到第二座城市時 又收穫了一個關於金蘋果枯萎的問題 又經過了一番折騰後 他終於來到了地獄百度人的湖邊 百度人一看見約翰便急忙問道 為什麼我總是要在這裡撐著破船 我也想做些別的事啊 約翰便帶著這三個問題渡過湖來到了地獄 但這時魔王並不在家 只剩魔王奶奶待在家中 約翰勇敢上前向魔王奶奶說道 親愛的女士 我是從人間來的 我想要魔王頭上的三根金髮 還想知道一些人間的疑問啊 約翰說明來以後 還將自己的人生經歷都告訴了魔王奶奶 魔王奶奶對約翰的勇氣十分讚賞 便決定幫助約翰完成任務 他將約翰變成一隻螞蟻 塞進了他斗篷的奏折之中 並向他說道 我會幫你問那三個問題的 當我在拔他金髮時 你可千萬別出聲 還要仔細聽他說的話啊 就在不久之後 魔王終於回來了 當他一回到家時便生氣的說道 奇怪啦 我怎麼聞到活人的氣味啊 便在家中到處翻找著 奶奶便急忙說道 我的乖孫啊 我才剛收拾整齊 你可不要再弄亂啦 快來奶奶做休息啊 魔王在一天的工作後 的確也十分的疲累 便躺在奶奶的腿上 進入了夢鄉 就在魔王熟睡時 奶奶突然拔了魔王的兩根金髮 痛得魔王瞬間醒人過來 奶奶生氣的向魔王說道 為什麼市集的噴泉會乾枯? 還有為什麼金蘋果樹會枯萎呢? 你這魔王到底在搞什麼鬼啊? 魔王只能躺在奶奶的腿上 那是因為噴泉下躺著一隻巨大的癩蛤蟆 只要把癩蛤蟆趕走 那噴泉就會有水的 而那顆金蘋果樹下有隻老鼠在咬樹根 只能把它除掉才有可能再結出金蘋果啊 拜託讓我睡覺吧 沒想到奶奶又用力的拔下第三根金髮 並向魔王說了地獄百度人想換工作的問題 沒想到魔王居然笑著說道 那也與我無關啊 只要他將船槳塞給下一個來渡口的人 他就能永遠不當百度人啦 好啦 我得睡覺啦 說完便又進入了夢鄉 在確認魔王熟睡之後 奶奶便將約翰給變回人形 並將三根金髮交給他 約翰在道謝之後也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當他回程的路上 也將魔王的答案告訴了村民們 這也讓他得到了 圖滿金子的鋁和數不盡的寶物 當他金光閃閃的回到奇幻國的皇宮時 國王便只能依照約定將女兒嫁給約翰 但當國王看見那些西式珍寶時 便貪婪的向約翰問道 我親愛的女婿 你這些寶物究竟是在哪裡找到的 我也想去拿一些回來 這時約翰便笑著向國王說道 報告陛下 這些禮物都在地獄裡 只要去找地獄百度人就好 他會載你去拿的 這貪困的國王便急忙翻山越嶺 來到了通往地獄的湖邊 找到了那位傳說中的百度人 沒想到百度人居然開心的 將船槳塞給國王後就消失無蹤 從此之後 那位壞心眼的國王便成為了 新任的地獄百度人 而現在的他是否還在那裡替人撐船 也再也沒有任何人知道了 魔鬼的三根金法 是一篇歐洲的傳統民間故事 被十九世紀的作家葛林兄弟 收錄於葛林童話集中 我們也說過相當多葛林童話的故事 但還沒看過你放在上方的資訊卡 魔鬼的三根金法裡充滿數字三的元素 三是民間文學中常會用到的數字 例如之前說過的三顆檸檬或鐵火爐故事中 三顆核桃等等 這些都是為了在童話中簡化殘忍的爭鬥過程 但透過充滿節奏感的方式 保留正邪較量的部分 才會讓童話中時常出現三的元素 像今天的故事中就包含了國王的三次陷害 人民的三個問題與三根金法 讓閱讀這篇故事的人們可以很有節奏感的 一起隨著故事劇情前進 而這篇故事雖然明顯是一則天馬行空的童話 但在這充滿童趣的文字中 卻讓主角那正向的個性展露無遺 他對一切都坦然而勇敢 言為如此才能得到強盜與魔王奶奶的幫助 得到最好的結局 最終也讓邪惡的國王成為百度人 這雙方在瓶件上的角色互換 也傳達出一種溫和的嘲諷 雖然故事的設定是約翰的幸運幫助了他 但或許就如同許多格陰童話需要的理念一樣 保持著真誠與善良 世間的一切好運都自然會降臨 那你們在魔鬼的三根金法中又看到了什麼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那還記得去收聽陳宇的Podcast 在各大Podcast平台和YouTube主頁的播放清單都能聽到 那如果喜歡陳宇的影片 也不要忘記按下訂閱鈕 也可以點擊影片下方的超級感謝 你們的支持是有繼續創作的動力 有任何問題或有任何想聽想看的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今天就說到這邊 我是陳宇 我們下回再見